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尔克进区内来了第二脚射门被封堵 右脚转起来后点 CNFC队门前突然间一片兵荒马乱 也是多亏了澳洲国门雷德梅恩 连续的高阶低档 凡是中场拿球 对方对上岗的左右转移限制很厉害 哎 好球 扣着很漂亮 张维 结果自己打门 不偏不倚 打在了球员雷德梅恩的胸口 是 张维一直等在远端 但是这个球呢 队友转移不过来 哎呦 有一个空位 德荣 现在进区里面 五千内夹球 再起 张维 右脚传在进区里面 结果李胜龙投球变成了一个横向百度 让自己的同伴完全都错过这个点 好球 现在推的反击推进的速度非常快 有阅位吗 啊 前方 很冷静的一道推射球技 GNFC队各场取得领先 进球的是中场的十三号奥尼尔 一个是格兰特带上来 然后给中间做球那一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奥尼尔打门这一下 都是一巧破千金 阿斯卡再转起来 哎呦 这球啊 李胜龙跳得很高 但是这球 他跳得还不够高 哎 阿尔克森换下艾哈迈多夫 李文君换下李胜龙 好球 啊 这球进了 阿尔克森上场之后 这应该是第一次拿球 第一次出球 哎 那上面是李胜龙呢 也抢过几个点 是 但是身体冲击力不够 反正是对方给他扛着 跳起来就轻飘飘的 是 华尔克 扣球往中间走 晃过来 左脚 原地白腿发不上力 嗯 卡塞雷斯 哇 卡塞雷斯啊 这小球如果打好了 也挺让严峻龄难办 对 奥斯卡沿着边路的一条直传 华尔克自己带 脚跟一颗 咱们后点 漂亮 黄神筹 张伟这条船中落点好啊 好 没发力 刻意兜着这个弧线 柔和地落向远点 而且对方远段的后卫呢 可能还没看清 这边怎么回事 是 华尔克倒地怎么回事 就球出过来 TNFC队呢 脚球也是贴着边线 做一个传对配合 结果再给到中路 外围打远射 球反弹过来之后右路 格兰特这一侧很空 结果是低滚球 横传 谁都没碰到 再往门前走 哎哟 就好 勒芳德这个投球啊 简直就跟折射一样 球速太快 德荣聪明 球厅原地 不摆脱 然后让上岗的球员过来之后呢 赶紧刹车 害怕他摆脱 害怕他过人 其实这下的掩护呢 有犯规嫌疑的 奥斯卡横传 华尔克 突然来着 如果这是一个活球结束 上岗都会去 他们是危险 是 外围突然来着远射 好的 前打把球抢掉 有力球 奥斯卡在进取角上 看怎么处理 华尔克 圈顶 结果 刚刚上场的林创逸 这一条有力的射门 奥斯卡 哎呦 这球 奥斯卡的船中 点给的相当不错 埃尔克森在门前 有一点后退 这样上岗队 连续获得进攻机会 到前期里面 走外线 相转一个远端 这样的船场比赛就此结束 好